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未尽时期时局动荡 在经历了几十年割据战乱之后 司马氏一统三国建立晋朝 然而好景不长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 司马瑞南迁后建立东晋王朝 天安江左 乱世出名将 实事造英雄 就在东晋摇摇欲坠之时 一位英杰展露头角 临危受命 立下了不适功勋 他便是著名的军事将领 陶侃 短短短的四句诗道出了陶侃的赫赫功勋 那么这位名臣陶侃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 他又是如何在乱世中力挽狂澜的呢 以诗心感悟历史 以历史解读诗词 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那段错综复杂 而又惊心动魄的魏晋南北朝 敬请收看诗说魏晋南北朝第十六集 功成名岁 话陶侃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赏诗歌 探历史 诗说中国史 我们继续诗说魏晋南北朝 今天呢 和大家分享一首陶元明的诗 环环长沙 一讯一德 这首诗的作者是陶元明 陶元明大伙太熟了 他在古代诗探上开创了一个诗派 田园诗派 陶元明现存一百二十多首诗 其中呢 五颜诗占了九成以上 但这首诗不一样 这是一首四颜诗 而且这首诗呢 陶元明不再写什么众斗南山 不再写什么采菊东梨 大家看 环环长沙 陶元明写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主人公 那环环长沙 它指的是谁呢 这个长沙 是指长沙郡公 他的名字叫陶侃 那陶侃和陶元明啥关系 陶侃 是陶元明的曾祖 调过来说 陶元明是陶侃的曾孙 如果说句家常话 陶侃就是陶元明的太爷 陶元明就是陶侃的虫孙子 这可不是名人八卦呀 大家看典籍当中经常会介绍 谁是谁的几世祖啊 谁是谁的几世孙呢 往往这么一绕 把很多人都绕迷糊了 其实啊 很简单 如果从长辈往晚辈这边说 排列次序是这样的 鼻祖 元祖 太祖 列祖 天祖 高祖 曾祖 祖父 父亲 儿子 孙子 曾孙 玄孙 来孙 坤孙 仍孙 云孙 二孙 这就是中国古代从人伦角度 解释的祖孙十八代嘛 那在诗中 自曝家世 追忆自己的先祖 陶元明是不是第一人呢 当然不是 比方说大伙最熟悉的屈原 离骚的开头是咋谢的 地高阳之苗义喜 朕黄考曰伯庸 这相当于 屈原作为一个楚国贵族 非常傲娇的一份自我介绍 那陶元明这首诗呢 陶元明这首诗的题目叫 《命子》 那显而易见 这首诗是写给儿子 告诫儿子的 《命子》这个诗呢 它不是这一首 而是一组诗 在这一组诗当中 陶元明也是从 唐瑶渔顺夏商周两汉 一直追溯到 陶元明所处的那个时代 东晋 你看 这个时间跨度非常大 那我猜呢 陶元明写这首诗那会儿 应该是脸上挂着 十二分的自豪 二十分的激动 为啥呢 因为陶元明跟儿子们说 他说你看哪 咱们老陶家 这个家族就好像浑浑大河 远远流长 就好像畏畏大树 知返野茂 除了在那个乱世 包括 纷纷战国 还有那个 默默衰舟 咱们老陶家人 隐居起来了 除此之外 其他朝代 咱的先祖 可是一直都 声名赫赫 出现过 慕慕司徒 出现过 啾啾武夫 还出现过 唯卫丞相 离咱们这个时代最近的 还有 环环长沙 那大伙说 陶元明老陶家这个家族扭不扭 真是够扭的 虽然说在陶元明之前没有诗人 但是有能人 有高人 你看司徒啊 丞相啊 这可都是人上人 那陶元明 是杂写自己的曾祖 长沙俊功的呢 环环长沙 一循一德 环环 威武的样子 陶元明说自己的曾祖 长沙俊功 真是威武 要功训又功训 要德行又德行 天子愁握 专争难过 这两句说的是啊 陶侃 长沙俊功 这个封号 他是可以实习的 所以呢 陶侃去世之后 他的爵位 他的遗产 由他的后人接班 也就是说 老陶家还有后人 继续来做这个长沙俊功 分掌军权 受命 这首难放 功遂辞归 临宠不特 这两句说的是 功成名就的陶侃 到了晚年的时候 主动上书 请求辞职 尽管当时的左右幕僚 百般万流 但是陶侃 坚决从官场退出 如果算算 陶侃在军中一共四十一年 这个时间真的不断 但是英雄的崛起 和英雄的谢幕 同样令人感慨不已 孰未私心 而尽可得 陶元明说 绝功至尾 又急流勇退 谁说如此高尚之心 尽是不可得呢 陶侃就是这样啊 自己的曾祖 就是个表率呀 我觉得 陶元明这一问 简直是个灵魂法问 陶侃 在东晋这一朝 诸葛亮 大家想 一个陶侃 能等于曹操加诸葛亮 两个人的组合 这份褒奖 这份判断 这份内涵 我品过来品过去 感觉怎么都品不完 那陶元明是在哪种心理状态下 写《命子》这组诗的呢 当陶元明听到第一个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初为人夫的陶元明 极不可待 又喜上美少 所以 《命子》这组诗 就写在陶元明的长字 出生后不长时间 所以呢 陶元明用了大量的篇幅 用这种古雅的思念 对自己的家族史 做了一次轻轻回顾 这种回顾 不单单是对先祖的功 先祖的名 引以为荣 他主要是想激励儿子 不但要对祖辈的家风 你要了解 还要继承 不仅要继承 你还要发扬 那大伙是不是想知道 陶元明这个宏愿 最终实现没有呢 顺带补充几句 陶元明一共娶了两方太太 生了五个儿子 陶元明长子出生那会儿 陶元明大概二十八九岁 到了陶元明四十四五岁的时候 陶元明又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题目叫《泽子》 在《泽子》这首诗里 陶元明以漫画的笔法 给我们描述了 他这五个宝贝儿子 他说呀 自己这五个儿子 通通都不爱学习 有一个就知道吃 吃货 有一个就知道玩 玩家 还有一个就知道懒 甚至还能懒到天下无敌 还有一对双胞胎呢 都十几了 但是简单的 加减法都不会 总而言之 陶元明希望儿子们 重振家业 光大门美 这个热望 后来是真的亮了 作为三国时期 士大夫集团的重要代表 司马士代位称进 并最终一统天下 而士族的权力 也随着晋朝的建立 而变得空前巨大 于是 没有显赫家世的陶侃 在仕途上便有着诸多阻碍 环环长沙 依勋依德 那么出身寒门的陶侃 究竟是怎样入朝为官 最终成为长沙郡公的 他早年的成长 又得意于谁呢 如果说陶元明 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 那么陶侃在整个冬季一朝 可以说 他要比陶元明几倍的 鼎鼎大名 那大伙都知道陶元明 他在史书当中 是被写入《隐异传》的 陶元明也被称作 古今隐异时任之宗 陶元明呢 也当过几位小官 但是他没当过 什么像样的大官 陶侃长沙郡公这个官 可是高官 高到什么程度 郡公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诀 这个爵位 在两季时期 那是高得很 史书上说啊 陶侃的家里 光是侍妾就有几十个 光是同仆就有一千多 而且陶侃家里边那些珍奇宝物 那都不用说了 咱们用计算器都加不过来 那陶侃为啥如此福大命大造化大 说起来也真够怪的 史书上说 这是人间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的 有一回呢 一个看首相的人给陶侃看出来了 这个看首相的人就跟陶侃说了 说你以后啊 贵不可言 还有一回呢 陶侃上厕所 这无意当中和预测大师还来了个偶遇 这个人 身穿大红衣服 然后手里头 拿着一个护板 啥是护板 大伙在这个古装剧里都看见过吧 就是大臣上朝时候 手里拿着那个长条的板子 这个板子是干啥用的呢 它的主要用途有两点 第一 它可以用来记录天子的旨意 相当于是一个记事本 第二 它可以用来书写臣子上奏的内容 这个又有点像提词器 那我们都知道 护板这可是古代高官的标配 所以呢 只有文武百官 上殿面军 才可以身穿朝服 手持护板 那现在 这个手持护板的人 就对陶侃说了 说你以后 必当国公 位置八都督 果真 后来这个陶侃手握重兵 都督八州都军事 那这么说 陶侃的仕途 真的是老天赏给的 我要告诉大家 尽管这些文字 这些内容 在证实当中 写得一清二楚 但是如果谁当真 谁就太天真了 尽管 陶侃一生当中 遇到过贵人 也得到过贵人的帮助 但是长沙郡公 这个封号 绝对是陶侃 倾其一生之力 拨出来的 这么说有依据吗 史书上说 陶侃他爸 在三国的东吴 就是那个孙吴 当过杨武将军 杨武将军 不过是个杂牌将军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啊 陶侃他爸 去世造 晋书当中 是这么介绍陶侃的 侃 造 孤 贫 什么叫做孤 孟子一书写道 老尔无妻 约官 老尔无夫 约寡 老尔无子 约独 幼尔无妇 约 孤 这四种人 官挂孤独 孟子说 他们是 最无依无靠 最走投无路的人 那么陶侃呢 陶侃很早就成了孤儿 这就很可怜了 陶侃不仅孤 而且贫 那大家都知道 陶侃生活在东晋 东晋这个时候 最讲究门地 最讲究出身 这个出身 是个最硬的门槛 贫寒之士 要想打破这个壁垒 逆天改命 可以说 不是没有门 不是没有路 甚至你连个缝都没有 所以 每次讲到陶侃 我总会想起一句话 没有散的孩子 必须努力奔跑 那陶侃早年的成长 得益于谁呢 陶侃的妈妈 值得提提 大家听没听过 剪发带宾这个故事 就是家里来客人了 没啥吃嘛 然后把自己的长头发 剪下来 换酒换菜 用来招待客人 这个剪掉长发的女主人 就是陶侃的妈妈 我要说的是 陶侃的妈妈 不仅头发长 见识更长 陶妈妈对陶侃的影像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叫 风炸则子 这个炸是啥东西 这是古法腌制的 一种咸鱼 这鱼哪来的呢 陶侃年轻那会儿 当过一个管理鱼业的小吏 所以呢 这个陶侃就偷摸的 托一个人 给他的老娘 带去了一罐咸鱼 那大家想 陶侃的妈妈 一声贫居相利 眼前这罐咸鱼 这可不单单是 美食的诱惑 差不多就是 整个舌尖上的中国 那按说 陶侃的老娘 得多乐呵啊 可是你才怎么着 这罐鱼咋拿来的 咋拿回去 陶侃的妈妈 不仅退货 她还要给写个差评 她写信 批了陶侃一顿 信中说 坎儿 你怎么拿公家的东西来孝敬我 你这算什么孝心 我不但不开心 我看你现在就这么贪心 我真是又闹心 又为你担心呢 这陶侃看了回心 一脸懵 他非常意外 也非常惭愧 这件事 对陶侃的震动太大了 陶侃从此下定决心 清白做人 连结做官 难怪说 母亲的格局 这是一个家庭 最好的风水 陶侃的母亲 有修养 有见地 三观正确 既是陶侃的启蒙老师 也是陶侃的人生道士 所以 陶侃的妈妈 这是中国古代 明见经传的一位伟大女性 在历史上 有四位母亲 并称四大贤母 第一 孟子的母亲 孟母 第二 陶侃的母亲 陶母 第三 欧阳修的母亲 欧母 第四 岳飞的母亲 岳母 在中国古代 对一个人的评价 往往取决于品德 和功勋两个方面 位列武庙 万事赞颂的陶侃 便是功德兼备的重要代表 环环长沙 一勋一德 著名诗人陶渊明 在诗中对陶侃 意识极度推崇 那么陶侃的优秀品德 是如何体现的 他又建立了 怎样的功勋呢 环环长沙 一勋一德 陶渊明说 自己的增足 长沙俊功 功勋美德 堪称双一流 那陶侃 到底有哪些功 有哪些德 我们先来说说 陶侃的德 为啥先说德 后说功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挺好 要做事 先做人 如果一个人的德性 立不住 那么这个人 肯定走不远 对于陶侃的德呢 我们观其大略 抛出三个点 和大伙聊聊 第一点 陶侃对自己 一个字 言 史书上说 陶侃这个人 一向严于滤迹 比方说 他每回喝酒 必须有个上限 从来不合的 五米三道的 而且呢 陶侃这个人 终日正进未坐 来往书闸 总要亲自回复 而且这个陶侃呢 经常对身边人说 他说 你看那个大雨 就是治水 那个大雨 人家是圣人呢 我们这些人 那都是凡夫俗子 大雨尚且知道 珍惜寸音 那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应该 珍惜分音才对 陶侃这段语录 实在太有样分了 仅从时间来说 时间是真正的 一次性消费品 陶侃的这种 时间管理 时间意识 在陶渊明那 得到了传承 陶渊明诗中谢国 古人悉寸音 念此是人俱 盛免不重来 一日难再尘 及时当面立 岁月不待任 大家看这些句子 虽然朴素 但是不过时 这才叫禁句 第二点 陶侃对百姓 一个字 爱 陶侃在担任 荆州刺史期间 所辖取遇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老百姓对陶侃的 满意度超级高 那大家想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 老百姓能买账的官 那一定错不了 第三点 陶侃对国家 一个字 中 在历史上 因为有人 对这个陶侃 放冷戒 说坏话 陶侃曾经被变为 广州刺史 那 点到广州之后 他该做点啥呢 在广州 又出现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 陶侃运辟 运辟是啥意思呢 辟就是砖 运辟就是搬砖 这陶侃 早上 把一百块大砖 搬外面去了 晚上又搬回来了 天天搬 月月搬 年年搬 有人说呀 陶侃搬砖 体现的是陶侃一种 优良的意志品质 包括他的毅力 包括他的耐力 这话有没有毛病呢 没毛病 不过 我以为 如果我们只在这个高度 来认识陶侃 未免就 矮化了陶侃 因为当有人 问陶侃为啥搬砖的时候 陶侃 是这么回答的 人问其够 答远 无妨致力中远 过耳忧异 恐不堪事 有人就问了 你怎么还成了 这专业搬砖的了呢 陶侃就说了 我虽然现在 身在南方 但是 我的心在中远 我心里始终惦记着 什么时候 能收复中远 如果一个人 懒散惯了 你说这要是太闲了 那一个人不就呆废了吗 这将来怎么为国效力呀 所以我得锻炼 大家想 此时的陶侃 已经年过半败 遭受冷遇 但是陶侃 劳其筋骨 毫不消沉 陶侃最终的落脚点在那 陶侃 自觉接受天将大任 胸怀家国 所以才壮心不已 这是最令我们干配的 我们说过了陶侃的德 接下来 我们说说陶侃的功 陶侃在政坛活跃的时期 当时政治多事之求 首先呢 陶侃是啪啪啪 三次平乱 给自己立了三次招牌 陶侃是一回比一回干得漂亮 东晋建国之后呢 当时仍然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气 尤其是后来发生了两场大乱子 比较典型的是苏郡之乱 那苏郡之乱这场大乱子 最终是谁给熄灭的呢 不是陶侃还能有谁呀 我们接下来简单复盘一下 陶侃评定苏郡之乱的过程 苏郡之所以乱 他和一个人脱不开干系 这个人的名字叫羽亮 羽亮是谁呢 羽亮是当朝国舅 是当朝小皇帝的舅舅 这个小皇帝真相 当时还是个五岁的小孩 所以这个羽亮 他既是外戚身份 也是当时的顾命大臣之一 后来的羽亮 做上了东晋朝廷的第一把交椅 一手遮天 甚至先斩后奏 要说起这个苏郡呢 苏郡原本是个流民帅 他本来呢 也是个有功之臣 因为呢 在朝廷危机的时候 这个苏郡也曾经平乱过 所以后来呢 朝廷就把江北一带 托付给了苏郡 可是后来呢 这个羽亮听说啊 说这个苏郡 招揽了不少亡命之徒 很多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这在羽亮看来 这不是啥浩苗头啊 苏郡呢 匪气越来越重 兵马越来越多 翅膀越来越硬 一旦时机到了 苏郡犯上作乱还会远吗 于是呢 这个羽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他就开始防火防盗 防苏郡 那怎么防呢 这个羽亮想了个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 把苏郡调到京城 让苏郡担任大司农加散旗厂市 让他管理国家仓库 同时兼皇帝顾问 咦 这是生了还是降了呀 明这是生 暗这是降 羽亮的目的就是 要把苏郡的兵权躲下来 接下来呢 这个羽亮是三番五次 五次三番 催促 这个苏郡入朝 那苏郡肯定不从啊 当时很多人就劝这个羽亮 说如果你再这么继续搞 这说不定 这个苏郡真的就要乱了 可是这个羽亮不听 羽亮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他非得要把苏郡拿下 苏郡被逼到强调了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苏郡决定 他要和羽亮死磕到底 而就在这个结果样上 羽亮又派人前来催促 而且派来的人还质问苏郡 说 你是不是要谋反了 这苏郡这回听了 真的就怒了 苏郡说 你们都咬定我谋反了 我还有活路吗 我宁愿站在山头看监狱 我也不坐在监狱看山头 想当年 我苏郡也是拼死拼活 力往狂烂 可是现在 你羽亮竟然吐死狗烹 泄沫杀驴 我就是死 我也要拉个垫背的 就这样 羽亮一击再击 苏郡不能一忍再忍 苏郡真的要发动一场大乱子了 公元327年 在羽亮的步步紧逼之下 东晋的丽阳内史苏郡发动叛乱 史称苏郡之乱 这次叛乱 让根基尚不稳固的东晋措手不及 一时间叛军势如破竹 东晋王朝 积极可危 危急关头 陶侃再次披挂上阵 天子仇我 专争南国 那么这一次 陶侃是怎样让东晋转危为安的 功勋卓著的他 又会如何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在苏郡之乱的上半场 苏郡率兵一路过关战将 节节胜利 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攻进建康 占领了石头城 紧接着苏郡的叛军 学习精度 能烧的全烧了 能抢的全抢了 就连那个小皇帝 也给幽进起来了 显而易见 此时的东晋王朝 再一次生死有关 怎么办 大家想到了陶侃 为什么 因为陶侃本人德高望重 又因为陶侃那边兵夺将勇 所以大家力邀陶侃加盟 那是必须的 而且平乱治乱 大家还推举陶侃担任盟主 问题是 陶侃会不会答应呢 这个时候 陶侃一个儿子已经被叛军杀了 可是陶侃的评判态度并不积极 大家要问为什么 这幕后的原因太复杂 我们只简一个主要的说 雨量和陶侃这两个人 那是水火不容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吧 叫做不越雷池一步 这句话谁说的呀 雨量说的 雨量当时就提醒别人说 你不要越雷池一步 意思就是说 你要防着陶侃 就像防贼一样防着他 所以 对于当初的苏郡叛乱 这个陶侃最初的态度就是 我也不敢问 我也不想问 可是后来 叛军如狼似虎 行事一片大坏 陶侃 以家国为重 以大局为重 陶侃和这个雨量兵士前线 陶侃坚定地站到了朝廷这边 这就叫 急风知境草 板荡石成辰 后来呢 这个陶侃和雨量携起手来 组成联军四五万人 浩浩荡荡 开往京师 当时的陶侃 作为联军主帅 他要向叛军苏郡 发起最后的交锋 但只见 惊奇招战 绵延七百多里 鼓声震耳欲聋 响彻百里开外 那这个苏郡 最后是咋死的呢 这天 苏郡看到自己人 连续告捷 非常亢奋 于是呢 这个苏郡 咚咚咚 大开九戒 这九十枚少喝呀 然后呢 这个苏郡 醉醺醺 骑在马上 只带几个骑兵 就冲了出来 突然 苏郡的马 不知被什么东西 搬了一下 说是吃那十块 陶侃的几员部将 嗖嗖嗖嗖 举毛便头 苏郡 哀呀一声 坠落马下 紧接着 陶侃的兵 呼啦啦就 围了上来 眨眼之间 苏郡被战 元凶毙命 苏郡死了之后 苏郡的残步 就如同强弩之末 这场大乱子 终于是消停了 苏郡之乱 对于东晋王朝来说 这是一场巨大的 圣死考验 东晋王朝之所以 能够迎来重生 正是仰仗 陶侃这些人人之士 亮亮呛呛的东晋 才一次次重新站稳 那平定苏郡之乱 给陶侃带来了 怎样的尊荣 后来呢 这个朝廷论功行上 陶侃因功 升任 适中 太尉 封决 长沙郡公 大家注意 长沙郡公 这个时候出现了 十亿是多少呢 十亿三千户 赠捐八千匹 同时外加鱼宝鼓吹 鱼宝鼓吹 啥意思 鱼宝 这是古代的仪杖 用鸟的羽毛来装饰车盖 叫做鱼宝 鼓吹呢 这是古代鼓吹乐的 一个大型乐队 加鱼宝鼓吹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这可是天字赐予有功之臣 一种非常高级的利益 所有这些 在我看来 对于陶侃来说 既明治实贵 也实治明贵 那陶侃对于自己 所享有的权力和高位 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公岁辞贵 林宠不特 陶侃 请求辞职 当陶侃离开关树 他本打算要回到长沙 可是啊 一辈子问扎问打的陶侃 还没来得及享受十九田院 便在途中 现世了 享年 七十六岁 对于陶侃 我想说 陶侃 作为历史人物 他和我们现实人物是一样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瑕 但是陶侃 他从寒门出身的单亲少年 到最后慰藉人臣的环环畅杀 陶侃一路风雨兼程 不断地给自己赋能 从而书写出生命的启程转合 陈雄 刚毅 正直 国感 济世 爱民 连结 自律 这些有温度的词汇 我们全都应该伴给他 陶侃去世之后 他的嗜好是环 啥叫嗜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嗜好 相当于对死者的一份盖棺论定 嗜好通常分为三等 上等 中等 和下等 大体相当于好评 中评和差评 那环这个嗜好好不好啊 当然好啊 大家看 辟土浮远 曰环 克敬秦民 曰环 辟土坚果 曰环 武定四方 曰环 克吉成功 曰环 克敌福远 曰环 能成武志 曰环 壮仪有力 曰环 环这个嗜好 有多个意象 开疆拓土的 孔武有力的 一心为民的 都可以画到 环这个嗜好中来 环这个嗜好 精荡地概括了 陶侃一生 既有征伐之功 又有安民之德 环环常煞 一讯一德 天子愁我 专争难过 功遂辞归 临宠不特 孰未私信 而尽可得 陶侃是人生的赢家 但是陶侃是赢在了 中殿线 他不是赢在了 起跑线 在讲究门第的 两晋时期 有的人 可是赢在 起跑线上的人 甚至可以说 他们一出生 就是含着金钥匙 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们是哪些人呢 请听下集 谢谢大家